2018赛季足鞋杯半决赛首回合一场较量在工人体育场进行 北京国安主场迎战广州复利 上半场比埃拉助攻巴坎布首开记录 卢林颁平比分 下半场比埃拉没开二度后助攻张希哲破门 巴坎布布时再入一球 最终国安主场5比1战胜复利占据先机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将于9月26日在复利主场越秀山体育场进行 加盐毒蛇 我应聘广州复利替补门将一指 原因 比如第一个失球 我肯定会试着出击 比如第二个失球 我肯定会试着扑一下 因为我感觉一个球处理能双拳击出 第二球做动作有较大可能扑得出去 又不是死角 这位门将在干嘛呢 第一球 发呆 第二球 发呆 你不会动的吗 不过也好 拿到了一个宝贵的客场进球 荷兰国家队主帅科曼公布了国家队34人出选名单 郁金香将会在9月份迎来对阵毕鲁的热身赛和对阵法国的国家联赛 斯内德在今年3月份宣布从荷兰国家队退役 这位为郁金香征战了132场比赛的老将将会在9月6日对阵毕鲁的国家队比赛中迎来自己的成衣生涯的告别赛 这是他最后一次得到国家队征兆 34人大名单如下 帕特里克范安霍尔特水晶宫 阿克伯恩茅斯 瑞恩拉贝尔贝西克塔斯 多尼范德贝克阿贾克斯 史蒂文贝赫伊斯贝耶诺德 贝格恩史蒂文埃英霍恩 比索特艾克玛亚 布林德阿贾克斯 西莱森巴萨 德佩利昂 范迪克利物普 埃利亚伊斯坦布尔 普苏门萨富勒姆 汉斯哈特波尔亚特拉大 亚马特沃特普德 弗兰基德荣阿贾克斯 卢克德荣埃英霍恩 肖克鲁伊维特 罗马 孔哥洛哈镇德里赫特阿贾克斯 埃斯帕特格罗宁根 昆西普罗梅斯莫斯克斯巴达 普罗破布莱顿 马腾德荣恩亚特拉大 斯内德阿尔加拉法 斯特罗马 罗马肯尼特特里昂 帝尔阿尔克马尔 维尔赫纳费耶诺德 维莫尔布鲁日 德弗里国米 维格斯特沃尔夫斯堡 维纳尔杜姆利乌普 左埃特埃英霍恩加盐毒蛇 玉金香现在最大牌是范迪克了 如果你喜欢足球 那你一定会喜欢斯内德 多年荷兰球迷看到了这个名单后 就知道以后说话不能太大声 以前的荷兰队列屁股 在那儿踢球都搞得清楚 现在的荷兰队联主力 在那儿踢球都想搞清楚 西班牙球员工会的主席阿甘索说 我们有不少疑问 现在需要和老板们一同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几天后我们仍得不到回复 会抗争到底 所有球员都反对这个决定 他们既惊讶又愤慨 他们与AFV同在 在日本 在美国比赛 接受沙特阿拉伯来的球员 这些都不是正常的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们必须发生 阿甘所提到的接受沙特球员 指的是今年1月 共有9名沙特球员租借加盟了西甲 西乙的球队 这是纯粹的赞助模式 其中3名沙特主力球员 在西甲下半赛季共计出场59分钟 加盐毒蛇 工会不应该是发点服装手套 饼干洗衣粉 半个联谊会的吗 我就不信北美观众比亚洲观众多 英超都知道要尽量迎合亚洲观众 而西甲却在这条道路上越行越远 这样下去 西甲与英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该比赛时间可以接受 比如提前比赛时间 但是改场地肯定不行 成绩好的球队有欧战 有费赛 淘贝美去挨泪去 成绩差的球队想占主场优势要赚积分 淘贝美也成客场了 得力的只会是西甲联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